Laukama 我知道它是茄子写 非常有名 我会死于这个 但是我喜欢 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20国集团领导人第19次峰会 将于11月中旬分别在秘鲁和巴西举行 多国领导人齐举拉美 共商合作发展 近年来 中国和拉美国家在经济贸易 文化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开展了诸多合作 双边交流往来日趋密切 有很多建设中的建设中 中国共产业 尤其是路线 交流往来 Manchu Picchu是一名的美国 是成立的成熟 因此之后 我们有更多的旅客 还有一个 刚才的建设中 是上海港 这一步的建设中 让两国人联络 进入和生产业 不同的东西 像拆益 然后我们是城市铁锅的 hugo 你们是最大的工业的产党 我们是最大的工业的颜色 我们是一切大型的发展 我们是一切地消费和铁锅的一项 我认为你们是最大的工业共产的一项 是我们最大的工业的发展 在亚洲可能产生 我们是最大的发展 在南美国 所以我觉得整个非常地区别的 来自拉美国家的青年表示 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的合作不断深化 学习中文正在成为当地诸多青年的选择 谈及未来,拉美青年对拉中合作充满期待 我们看到很多人去训练到 Machu Picchu 也在Amazon上 旅游增加了很多 因为当他们来到 我们试图让他们感觉到家 我们的目标是改变的旅游 如果宇宙地试着他们很冷 很冷,很渓 他们会到 在Brasil中一番的 我们的财富是 工具 我们会有大利益 工作与我们 Brasil是最大的财量 比较是智商的车子 我认为 这就是什么 我们将在未来看 有些電子能量的製作 會有更新的製作 我們需要這製作